灵修二 十月十二日 德人如德语 经文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十八到第二十二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德人如德语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浮往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德人如德语一样 虽然今天 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已大多不再是渔夫 他还是要我们德人如德语 被他使用 带领罪人悔改 得救 扩展神的国度 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追随者 我们需要抽出时间 为自己祷告 我们也求上帝 将我们带到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面前 为他们祷告 与他们分享福音 他们可以是我们在主日 邀请一起去教会的邻居 朋友 同事 或是家人 也可能是你所遇见的一位学校老师 警察 或是销售员 上帝可以使用我们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转捩点 我们需要被圣灵引导 我们需要勇气和爱心 上帝会主动的 把合一的话放在我们口中 这些话能显示神的爱 并将人带到祂的面前 认罪悔改 接受救恩 何等奇妙 至今 主耶稣依旧呼召门徒 成为得人渔夫 你我是否愿意相信 上帝会在这个星期内 亲自带领我们 到那些需要听到 和明白 上帝是多么爱他们的人面前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上帝我要成为那个勇敢 必以预备好的器皿 今日被你使用 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你 求你开我的眼 求你开我的眼 让我能看到 你要我向谁彰显你的爱 与恩典 开我的耳 让我能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 让他来引导我口中的言语 开我的心 让我能以你的慈爱与怜悯 来回应任何一个 你带到我面前的人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